有一個皺紋 就是手部的皺紋 常常比妳的年齡 提前十年 所以憲哥妳的意思是說 像我現在手部的皺紋 就是十年後我長這樣嗎 不是 如果像金美美妳今年十七歲 那妳手部可能會變成二十七歲 對 她會提早老化 對 提早老化 所以如果照憲哥這樣講的話 因為冬天啊 手部的乾燥的問題 其實也很嚴重 像以萍剛剛講的都脫皮 整個都裂掉 我也是因為我剛從內地工作回來 那個邊邊全部都在脫皮 那邊很想要咬 對 那就硬硬的 有時候會刮到皮膚 對 所以像我們的雙手 如果也會不小心 透露出我們的年齡 我們到底有哪些 該注意的事情呢 潔玲 如果手部的部分 保養錯誤的話 可是會越來越老的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 第一個 一趕到手竿就拚命的 擦妳的護手霜 是做的喔 第二個就是 拿身體乳或是面霜 來當護手霜也是做的 嗯 什麼 啊不是都一樣 對啊 所以秀琴 秀琴你會有手部乾燥的問題嗎 有有有 超乾的 我很不喜歡那麼 就是乾乾的感覺 那你會怎麼修護它呢 就我包包裡面很多 你包包應該很重吧 對 我包包很重啊 都是一間有的沒的 所以護手霜 就是 對 有那個啊 護唇的啊 護手的 然後我還有一個 隨身攜帶那種 凡士林 然後常常還有紫原油什麼的 我都會 妳很忙耶 我很忙啊 所以你一感到乾燥 你會立刻拿護手霜出來補嗎 對對對 那有時候 就是身邊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我就會用別的來替代 所以也有機會拿到身體乳啊 面霜來當護手霜 因為我都覺得 就差不多的質地 可是你擦完之後 你覺得手的確有比較滋潤 還是依然乾燥 可能就是一個那個 我覺得還是 終歸你不喝水的問題大了 不是感覺有擦 就是有心安了這樣 有擦到 然後但是呢 就是想到的時候 又覺得 欸 很像又乾了 對對對 那飲品香 妳從日本剛回來 手很乾 我那時候在日本的時候 我就想說 怎麼可以乾到我的那個 就這邊的 全部都是裂 呈現是裂的那種 而且是會刮人的那種 它變硬 對 然後就 那時候就趕快去買護手霜 因為我不知道說 原來日本現在這麼的乾 然後就一直擦我回來 我到現在這邊 都已經變硬的了 差沒有用 所以你一直擦護手霜 都沒有改善 就是是有比較好 只是它還是硬硬的 就現在只剩下大拇指 是硬硬性 所以沒辦法 沒辦法恢復到原來就對了 就覺得你知道 三不五時這樣摸一下 就覺得 這還是硬硬的 對 而且女生的手部啊 如果摸起來硬硬的感覺 自己也覺得不好看 自己都覺得不好看 而且我不知道 你們會不會跟我一樣 我的都會變 邊邊會變白色欸 什麼意思 就是乾到變白白的 真的很乾的時候會啊 對 就是變到乾乾 指甲的邊緣會這樣 對 我就真的說要擦好幾種 在那個皮膚科裡面 在冬天最厲害的就是 你的乾燥變成會裂有沒有 對 你們聽過富貴手嗎 對 對 那富貴手就是沾到 對 就是接觸性皮膚炎一樣 會不會乾裂到會痛會流血 對 對 那個就是更可憐了 那你就是一定要用很油的東西 才有辦法 好 那我來問一下思蓉啊 如果冬天手不很乾燥的話 你怎麼做保養呢 我通常 我其實我的手乾燥的程度是 就是例如說我穿絲襪的時候 是可以直接就是刮破好幾雙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因為我是 沒有那麼乾編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我是邊邊 就是指甲的邊邊 那個就是有點像刨木屑 它已經是自己翹起來 所以你在穿絲襪就會刮 一定刮掉 對 那其實以前 我自己沒有擦護手霜的習慣 那我是有一次在 我記得有一個很有名的 那個命理大師叫李建軍 因為購物台 我們都會用手去指那個資料 他有一次看那個節目上 然後他就說 他那時候不知道我是誰 然後有一次 我在某個節目上碰到他 他就說你就是那個手黑黑 然後手紋超多 被那個購物專家 因為他的聲音認出是我 他就說你的手怎麼都不保養 黑黑 醜醜 這樣都很糗耶 很糟 我是從那時候被他講之後 我才開始拼命的擦 可是我覺得好像沒什麼用 因為像我剛剛看影子 也還是有 因為一般女生指節這個地方是 他很漂亮 例如說你看影評他這地方 他很漂亮 他就珠寶手 可是像你看我這個地方看 就我這個指節上下 我就特別深 對 後來我想說 是不是因為我沒有在保養手的關係 是的 我覺得你那個不是說 你沒有保養手 而是說你剛剛跟我握手的時候 我不是感覺到你的手嗎 冷 冷 冷 因為你血型不好 血型不好 所以像看也太黑黑的 對 很爛的 所以就是你還是要補 可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說 有哪個女生不是手感到乾 然後就趕快擦護手這樣 而且你看我們還自以為 自己就很聰明 因為我們擦保養品的時候 難免手上就有一些殘忍的 就趕快把它這樣抹一抹 這樣子不好嗎 這個已經變成習慣動作了 這樣真的會造成手部的那個 更乾燥嗎 其實你主要的問題就是已經 末端已經缺水了 你身體全身已經缺水 所以水根本沒辦法達到你的末端 所以手跟腳一樣都會很乾燥 我們講的是皮膚下沉的血液循環 沒辦法把水分帶到這邊來 但是你拼命的在上面一直在加水 但是你一直不理下面的水的一個缺乏 所以這部分來講的話 你就算去擦 它也沒辦法去把你做一個保濕的作用 它沒辦法吸收進去 對 而且你擦的東西就會產生 就比如說你只是暫時性的 讓它感覺有點濕濕的 可是又忘記一件事情 鎖住 你擦完之後 你又沒有用油性的東西把它鎖住 它又會一下子就沒了 所以護手霜我們到底應該要怎麼擦呢 對啊 第一個步驟 先不是護手霜 而是先去喝水 水分先喝完 先喝足 喝足 然後呢 你要先去洗手 手要讓它濕 因為水會滲透進來 就像我們手去泡水的時候 水會滲透 水分會有點水在手上 所以水裡面在手大概有點濕濕的 稍微把它那個多餘的水擦掉 擦掉之後 你再用鎖住的 像你要用玻尿酸也可以 生態也可以 把它先做鎖住 鎖住完之後 還有一個油性的 封住 油性的你要用凡士林也可以 綿羊油也可以 都可以 這就是油性的在最後那一層 把它做封住 這樣子的動作才有辦法把你保濕 而不是說我一天到晚一直擦 那個護手霜 它會越擦 反而不一定會導致 你還可以加保鮮膜封起來 保鮮膜也可以 保鮮膜又出現了 不用放冰箱 所以手不要完全擦得很乾 對 就在濕濕的地方 一定要濕濕的 然後再去把它鎖住 王醫師 我想請教一下 因為你很推薦用保鮮膜 可是保鮮膜有沒有一定的時間 不要太久還是什麼的 對 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把它封起來 白天的話要拿掉就對了 好 封一個晚上 封一個晚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角質層 如果你把它就是 那個等於是把那個水 軟化這個角質 它的有效成分會滲透的比較快 對 對 我決定今天晚上回家來封 對 然後我們全部都封 全身都封不行的 因為你皮膚要有那個 呼吸 要呼吸的 所以只能兩隻手吧 你如果要保養哪裡 就是你封哪裡就可以 局部 對 就局部 那個原理就像我們敷面膜一樣 對對對 對 那面膜也是就是說 把你的角質層把它封住 對 水讓它滲透 角質層軟化以後 滲透有效成分比較快 是 對 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你可能會用手霜以外 還會用其他的 比如說面霜啊 或者體霜或者其他的 對 那是因為有些面霜 是含有酸類的東西在裡面 酸類的東西 它要幫你去去角質層 然後把你外面這一層保護的 去做一個去除的動作 對 它並不是在幫你做保濕的 所以你手乾的時候 並不是要去擦酸類的 反正會讓你的皮膚 會更加有問題 所以如果像有些人有富貴手 是不是也不適合擦 對 不適合擦酸類的 要特別注意一下 這個是因為你皮膚太乾燥的時候 或者是太厚的時候 想要去角質就是封一下 有酸性的A酸 果酸 水洋酸 杜姦花酸這一類的 可以當治療用 可是不能當保養用 那請問一下黃醫師 外面的護手霜霸霸寬 我們要怎麼選擇才能夠選擇到 正確的適合自己體質的護手霜 有水嗎 剛剛講到 我都全部都要 哈哈哈哈 有沒有全部都要 也可以 可是不需要那麼浪費 對 所以呢你就是有 保濕型的 你長期待在冷暖氣房 對 那有去角質型的 常做出眾工作 或者是說你常要洗碗啊 洗衣服啊 那你那個角質層已經 對 果酸跟水洋酸 那修復型的就是說 你手上已經有稍微濕疹 有一點點小癢了 或是剛剛開始出現紋路的時候 你會用膠原啊 膠原蛋白啦 或是維生素E類的 或是防護型的就是 你經常要洗 剛剛講的洗手啦 或者是清潔劑啦 洗碗啦 洗衣服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用油蠟型的 可是油蠟型的以外 我會建議就是 你要戴兩層的手套 戴兩層手套 對 就是說裡面 你如果真的是要做家事的時候 是 是 裡面戴純棉的 外面再戴一個塑膠的 對 你不要直接只戴塑膠喔 要不然你的手 還是會碰到塑膠 你那個還是會有 接觸性皮膚炎 對 所以像對我們的工作的話 就適合用一些成分 有玫瑰啊 荷蜜啊 玻尿酸 玻尿酸的這一點東西 對 對你來講會比較好 好 是 沒錯 現在禍手霜的 選擇真的很多 對 成分也很多 所以呢 我今天才知道 真的是不同的狀況 你有不同的需求 你就要去選擇 適合自己的護手霜 而且擦的方式也要注意 對 才能夠達到 真正保養保濕的效果 是 好 那最後我們一起來聽聽 憲哥 有話跟你說 好 咱不是說 說灰就是要吃滷水 皮就是要吃滷水 人就是要多喝一點水 冬天到了 身體保濕最重要 多吃蔬果 多喝水 少碰酒類跟咖啡 預防緊紋 少照你的牽牽玉手 讓冬天不再乾皺癢 讓你的皮膚水噹噹 憲哥講得太好了 秀琪有聽到喔 一樣可以喝啦 但是要多補充 該補充的東西 那希望大家過了這個冬天 都還是依然的水噹噹喔 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 謝謝